那咋的 男人管自己的钱有错吗 找个第二春还把自己的钱都给你 那你想的真美啊 没事自己多瞅瞅镜子 看看你长的啥呀 就你那样子还说大爷拼不上你 真是俩鼻子插大松双蒜 你等到的呀 我到的有二十多分钟了 都那么甜了 你瞅见没就是这大妈 在微信上跟红娘说话都是 找到了没有啊宝贝 联系到有钱的老头了没啊宝贝 一口一个宝贝的把他红娘都叫蒙了 那你那么能说会到咋会离两次婚呢 今天来相信的是王大妈 52岁无业游民 每天靠着自己微博的存款度日 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三年之后的退休金上 这眼看着斗里的钱就马上花完 日子过的那叫一个凄惨 就想着找个有钱的老头子来救济一下 大妈直言看上了一个每月退休金五千八百的老头子 要不然我也不会一大早上坐火车过来 为了那点退休金 自己不嫌弃的老头个子低 也为了自己能活下去都降低自己的择偶标准 大妈你瞅瞅你长的那样子 还看不上大爷 那你看不上别来啊 自己就等这三年后的退休金吧 自己又不想干活 我看你这三年怎么活 但是万万没想到大妈竟然说这样的话 大妈为了能吃饱肚子活下去 在亲朋好友面前扬眉吐气 于是就想找个有钱的老伴 养了自己并且花光她的棺材本 大妈虽然条件不咋地 但是自认为是十里八村有名的美女 要不是老头每月五千八的工资 那压根看着不看一眼 这些跟大家一样就好 不行 就挣钱 不行 必须那啥 我就喜欢攒钱 我就想让别人用不同眼光看待我 我就想在别人面前 就想不想让别人贬低我 搞那个小看我 就是看演员嘛 我一看到工资还挺好的 工资五千八 工资五千八 说话啥也都挺好的 唯独就是个 我说之外不能说十年十美吧 是谁给你的勇气 是梁静茹吗 没事撒泡尿 照照自己长的啥样 你都不是二手老娘们 是三手老娘们了 还挑着挑纳的 自己没点本事还想着别人的钱 拿着别人的钱还嫌弃别人 见过无耻的老婆子 但是你这么无耻的我 还是第一次见 那这大妈相中的怨主是谁呢 来来来 欢迎欢迎 好久不见呢 欢迎欢迎 来来来来 一下就找着 哎呀 找着是吧 哎呀 少找啊 相亲对象胡大爷五十八岁 目前每月打工一千八百元 退休后能开五千八百元 不得不说大爷还算有实力 有钱有房有退休间 自己没事溜溜圈 跳跳广场舞 那大爷你这么好的条件 自己没事出去旅游 散散心不好吗 非要露骨头找个老伴 画你棺子本 你这是想不开啊 还是脑子有毛病啊 有病咱就去看别耽误了 说好的来相亲 别人都是收拾的干干净净的 让对方看 那大爷可不是一般人 那就是不收拾 屋子里那叫原自原味啊 瞅瞅啊 没啥别样的 看看 这咋也没收拾收拾呢 没收拾 就是什么样的 原生就没动的啊 直到我们今天来还不收拾 没收拾啊 就是本样的 没啥子收拾 没这个 该成就什么样的 要这个真实性 这实在点 实在点可好呢 大爷说了 别人看上我就看上我了 就不会在意我的脏乱差 那大爷就算相中你这个人了 大妈妈也相不中你的房子啊 你瞅瞅拉哈的 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除了相中你钱的老婆子能接受 那就这为什么条件隔水水也受不了 那大爷说了 我总结了上次失败的经验 我这次学经了 不找会做饭的老婆子了 我现在自己会做饭 就想找个陪我共度余生的老伴就行 他做饭吗 他家做呀 整天饭会做 他的 见着碰上不会 丑极大型 我认为 他突然想开了呢 不是想开 自己把自己这个调理好 自己照顾好自己 找一个职工职职的 找他 谁起来找他 给他做点饭 你这想法改过了 我记得以前都说 那你做饭吗 我给你打下手 对呀 你现在你会了 你就做吧 不会 那行 行了既然想开了 咱就做点改变 就你这房子 瞒了八台的谁 见了都烦心 红娘为了业绩 直接撸起袖子开干 直接拿着抹布 开始帮大爷收拾卫生 咱俩把你这屋 收拾收拾呗 你看着吗 好 你看整个抹布 把这个面 该擦就擦一擦 要我说 这红娘能处 有事是真上啊 拿着抹布开始工作 一顿忙活泪的 护士带喘 完事连忙去接 乡亲大妈 结果刚一见面 大妈就开始 水起那傲娇的脸色 别跑 别跑说 不好意思呀 这会儿逮着你 没接着过来 没接着过来 不拿过来 从那边过来的呀 既然碰着了 就介绍一下吧 这位阿姨应该认识 叫胡宗景 这位叫王凤芝 咱上楼吧 先好吧 走吧 听到这声叹气了没 隔二里地都能听见你不乐意 就你那小模样 本来就是为钱来了 还在意大爷的长相吗 要不是为了钱弄好 大妈撒丫子就跑了 刚进屋 大妈就开始作妖 不是我说话不低调的 听吵着小房子够小的呀 大妈我就想给你比个中指 自己没房子 还说别人房子小 咋的 那房子小不比你露宿街头好 既然老了老了想吃软饭了 就拿出吃软饭的态度 那大妈想开了就说话委婉了 牙齿不咋好啊 你牙齿不咋好啊 牙齿啊 现在好没好呢牙呀 有几颗呀 这几颗呀 那你这牙现在不整了 就现在展示这种情况的牙呀 展示展示没整 牙齿确实说话挺委婉 委婉的大爷就不知道大妈说的啥意思 那大妈心想 这可不行啊 这丝老头嘴臭我是真受不了 虽说我是为了钱来的 但是以后亲个嘴跟亲分坑似的那可不行 牙不能生 它能长 它能长 其实我说话本 太伤人是吧 没钱没钱 你就是跟任何人在一起说话 就任何 只要是个三岁小孩 你这个味都 你这不是一般的味 我当老妹说话太好 你这味太大了 这口腔味 我说话不礼貌啊 不好意思啊 这实话 那味成难闻 你 哎呀这味太大了 这味 完了 这下全世界都知道胡大爷有口臭了 隔着屏幕都闻到位了 那大妈这不是诚心来相信的啊 这不明着找事情的吗 大爷那边更是尴尬无比 那这牙刷使劲刷 差点把牙也给刷出来 一般人都知道这个口臭 就是牙的味都知道啥味 都知道 那味谁承受不了 我们俩只要是结合在一起 那个牙必须得照 行了这个话题先打住 我们不是来找啥的 我们是来相亲的 红娘告诫大妈 让大妈说一下大哥的优点 那优点太有了 我看上他就是因为他有钱 公司是五千八吧 是不是的啊 差不多 肯定是五千多个钱 多少我也不相信 你那边四人眼是五千八 是五千多个钱 这不就明白的吗 啥都没看上 尤其是大爷的嘴臭 就相中那大爷兜里的钱了 大爷也是明白人 既然相中我的钱了 那我就好好给你展示 展示我的超能力 那大爷看得真明白 你这哪准大妈学习不好吧 这一下子还整上数学题了 百分之八十大妈也不会算啊 你这大爷也不是啥好人 欺负人家小学没毕业不是 百分之八十是多少 你就别整个百分之八十了 你就说你五千八千公司 生活费当中你能拿出多些 还都拿 你别百分之八十 大爷一听 这感情好啊 原来这娘妈是真的啥也不会算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可得进往下压价 那得了 大妈是真算不明白这个账啊 那行不在这就急了 那要是在一起后谁管钱啊 管你说谁管 反正到最后我是必须要管钱的 不给我管钱 我就不跟你过 反正又没看上你的颜值 就看上你的钱了 这钱怎么 谁经过钱还是怎么 谁经过谁经过 你经过吗 你放着放着啊 我不行 我就是 你娘妈 我就是说 你花钱也随意 我也不是当你花 但是 但是我必须得花钱 你本身都批我大 你都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样子我呢 都 都没重视我呢 你看你要是 谁说提前保 但是 这个钱归谁管 这属于一个爱的表示吧 来人啊 抢钱了 导演把我的刀拿过来 看我不追他三条街 你都不爱大爷 就为了大爷的钱来的 还口口声声说 爱的表示 那你也表示 保持把钱都给大爷吧 用钱一大老一问 寄购啥钱呢 你还想再找一个 还是干啥呀 你都得够钱干啥呀 找我这样的女人配你 你就偷乐去吧 钱还你 你还不相信我把钱 咋地 啥 你说啥玩意 钱给老头干啥 能干啥钱 不就是用来花的 你算啥玩意 还不给大爷钱 要是你在我旁边 我早就给你俩电炮子了 就给我同岁的 我都把我公司 我都交给他 我都愿意 因为我喜欢年轻的 我喜欢 我喜欢那个 颜值 颜值好一点的 但是岁数大了 小的也比年轻的 志腾之热 是不是才一开始 你又闹手提了 又扣心 不就差这个吗 所以说我才找点平衡 钱必须对我把的 还想找个年轻有颜值的 那你直接去找 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的了 那小伙子可是爱了父婆 你是父婆吗 不行 你去找满月的孩子 直接当奶奶的了 大爷可不愿意 给你当孙子 那红娘就等鼻子上脸了 非要出个主业 走个中间家 俩人各退一步 啥玩意各退一步 你是不知道 上一期骗婚的老太太吗 那红娘不就是 出主业被扣工资吗 那你还出 你等着扣工资吧 比如这样呢 你这个月开工资 开了五千八了 你给阿姨交四千八 你自己留一千 你花 花如果说花没了 阿姨就在给个五百万来的 大妈一看这主意行啊 那我顺水推舟 再要一点不过分吧 你就那个零吧 你就是不大胆讲话了 那整我就给我的鸽子吧 我脸儿过日子 跟要出好了 都不吃鱼员配夫妻 还你的我 啥你的我的 那咋的 以后吃个饭 还要把你要钱呗 那大爷可不愿意了 你算老几啊 我的钱我必须拿的 看你心情 还有不得看你心情 看啥心情 这钱是俩的钱 也不是我哥哥的钱 我得看你心情 好不好 看啥心情看心情啊 你都能遇到我这 你都上边都烧 你家都烧八倍高香 找我这女人 哎呦天儿 大妈你是早上洗眉洗脸 还是就根本没睡醒 还娶了你上辈子烧高香了 我看娶了你 才是倒了八倍子解煤 大妈说的越来越离谱 红娘也是看不下去了 让俩人互换一下联系方式 就草草结束 自己可以想象一下 大爷走后 连鸟大妈都没鸟 在这里我奉劝大妈 没事多洗洗脸 看看自己长啥呀 别张嘴 闭嘴的烧高香了 我是爱解说 相亲的猪猪 我们下期再见